136 澳門日報 日74學者速康培談話確認侵略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8 巨新華社東京十七日電 日本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等74名之名學者十七日聯名發表聲明 敦促首相安培俊三在戰後七十週年相關談話中明確寫入侵略戰爭 殖民統治等二十年前穿山談話中的關鍵詞 聲明說 日本從1931年到1945年期間對中國等亞洲倫國發動的戰爭 以及對朝鮮半島、台灣的殖民統治 是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 如果安培談話不明確寫入侵略戰爭等重要操詞 周邊國家將對日本押金為止的歷史反省態度產生不解和不信 安培俊三首相既然表示將繼承穿山談話 就有必要用具體操詞明確表達出來 安培俊三在國會答辯中聲稱侵略定義不確定 聲明就此強調 過去那場戰爭是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 這從國際法和歷史學上都已經是國際社會定論 聲明發起人代表 明治大學國際法教授大趙寶超在當天宣讀聲明的記者會上指出 安培手上不能逃避承認侵略歷史 安培俊三暗示 安培談話將不經內閣決議批准 而以首相個人名以發表 對此 學者們在聲明中指出 無論是否經內閣決議批准 都不會改變這司日本總理大臣談話的性質 關鍵是看談話內容本身 聲明告介說 如果戰後七十週年的首相談話在國際社會帶來負面反響 不僅會使全體日本國民聲譽夢塵還將大大損害現在和將來日本國民的利益 聲明進一步指出 戰後日本的重建和泛榮 不僅僅是日本國民努力的結果 很大程度受益於相關國家在於日本救和 以及恢復邦交時放棄戰爭撒培等寬大空懷 戰後七十年談話中 也應該就此對其他國家人民表示感激 聯署聲明的東京大學政治外交學者三谷太一郎在記者會上強調 首相談話不是安培發表個人想法 正如穿山談話已成為日本進行國際交往的基本前提一樣 安培談話的內容將左右日本今後的國際交往方式 安培無學計劃在8月15日之前發表戰後七十年首相談話 安培無學此前多次聲稱 安培談話將不會原封不動員用穿山談話中的一些關鍵詞 又待會兒 日最正時的規模 不斷運動員 嗎? 我認同